把你的梦想想象在哪里 当你决定那就是你的目的地 锁定了方向坚定了心情 准备狂扮 穿过迷茫的森林 踏过失忆的尸体 爱过狂风的袭击 交头的冷宇 前方又是一片现实经济 哪里究竟有梦想还是妄想 总是这时候又被你唤醒 动摇的心力量再次坚定 想象飞鱼的翅膀 有鸟的气 你造你的奇迹 总是这时候又被你唤醒 想象飞鱼的翅膀 有鸟的翅膀 你造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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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就是你造你的梦想之际 机车犯规 你想干什么 开饭啦 开饭啦 饭菜盛得太多了 重的我手都抖了 下一个 可是这么少吃不饱啊 开心超人 你要是一会儿肚子饿 我给你做点心 不用了我吃饱啦 还好我应聘上了杂工 这样我就可以找个机会 消除超人这个障碍啦 第一不计划 让超人吃不饱 就没有立即应付考核 超人联盟的考生有什么了不起 像当年我也是 不就是犯了一点小错 居然取消我的考试资格 害我沦落到他这洗碗 你犯了什么错呀 不就是用了一下机车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原来使用机车会被取消考核资格 有了 记住 只要拍下超人使用机车的证据交给考官 就能将超人赶出超人联盟考试了 是将军 他们总是成群结队 根本没有机会召唤机车 将军 好像小心超人比较喜欢毒来毒啊 那我们只能偷拍小心超人 不过超人会不会也知道不能使用机车的规定呢 那我们就把小心超人引到偏僻的地方 再设陷阱引诱他出机车 加罗 他不是在查神秘人吗 难道有情况 将军 我已经留下地图 把小心超人引来森林 只要他在森林里迷路 就会召唤机车到头带他离开 我们就能偷拍成功了 怎么还没到呀 考上的出口在哪儿啊 将军 我忘记小心照人是路痴 连树林的地图他都看不懂 按箭头指示到此第一句 尤其是下次再见 来迟了 我还是先回去吧 开心超人 我迷路了 在森林里 你可以来接我一下吗 还有叫人接送这种操作啊 开心超人偷吃宵夜去了 你居然又迷路了 要不要我来接你啊 趁机熟悉考场也好 试试第二个计划 怪兽呀 小小怪同学 小心超人 有怪兽呀 你快召唤机车消灭塔呀 小心机攻 小心机攻 这是恶作剧 是是吗 吓得我都尿急了 我先去树林里方便一下呀 小西超人 我被大树压倒了 你快召唤机车搬开它 你别动 我有办法 小心分身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 可还是伤了 我走不了远路 你召唤机车带我们飞回去吧 我背你吧 过了桥就到宿舍了 不远 居然误打误撞 让小西超人 找到了回去的路了 砍断掉桥 你不召唤机车就飞不过来 终于断了 救命啊 机车出动 机车怎么还没到呢 机车怎么还没到呢 车出动 锋利系图是零 救命啊 你没事吧 小致你没事吧 将军 小心超人救了我们 我们还要把证据 哪怕他救了我们 你也不能忘记 但反派也有情有义 这次就放过他 不把证据交给考官了 你们刚才说 不把什么交给我 你们有见到小心超人吗 小心超人 今天有考生 在我面前严重违规 我不得不取消违规者的资格 是考官自己发现的 怪不得我 违规的人就是 他们两个 怎么不是小心超人呢 我再次强调 考核期间 考生可以使用任何超能力 武器 机甲 但只有一条规则不能违反 那就是 绝不允许私斗 违规者马上取消考试资格 终身不得再考 不是说使用机车会被取消资格吗 当年要不是对方线动手 我会用机车和他私斗 就是因为私斗 我应该去想一想过去还有未来 我只留下空白 还是勇敢存在 再不会有人认识我安安静静 我选择接受现在 可是我期待 再有机会重来 也许我醒来 万不会无奈的离开 太不该 太平凡 太苍白 很肯像依赖 不害怕孤单的存在 停不住 想当初 笑用什么 到底该不该